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盘子的和田碧玉 这一盘子的和田碧玉呢,产之于俄罗斯 很多人都说和田碧玉可能是新疆呢,最好 但是呢,和田碧玉这一块呢,还是额料非常好 高货呢,基本上都在额料这一块 和田碧玉呢,可以说是这两年的一匹黑马 它的涨幅程度呢,不压于新疆的资料 尤其是亚丹青和沙爪青这一块 和田碧玉的颜色呢,它不像翡翠那么张扬 那么夸张,它的颜色呢,比较沉稳 也适合我们东方女性的审美观 所以呢,这两年呢,和田碧玉可以说是一匹黑马 它的生殖空间呢,非常的快 而且呢,总体来说呢,它的价位还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呢,就更受我们中国女性的消费观念 像我拿的这块牌子呢,圆牌子 玉衣呢,圆圆满满,平平安安 配带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看的 和田碧玉这块呢,镶嵌呢,它不像翡翠那么夸张 它基本上就用玫瑰金简单的镶嵌一下 衬托一下就非常漂亮了 这两大件呢,就不用镶嵌了 直接拿一个挂绳,我们女士呢,就当毛衣链 男士呢,直接贴身配带就行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都是很漂亮的货 只要是和田玉 它的共性就是必须要玉直细腻 结构好 锅灯的品质的玉呢,都是品质很高的 像这一枚呢,是属于撒棗心 细腻度非常好哈 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像这一块呢,是属于挂挂来采 菠菜绿 它整个的形状呢,就和紫料一样 这两截货呢,就可以说是 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天花板了 品质非常的高 昨天我们家邻居姐姐也来了 她特别喜欢碧玉 她昨天拿了一个碧玉挂件 拿了一个碧玉手镯 就是前几天呢,山东那位美女 也租了一个碧玉的挂件 和一个鹅料的手镯 我们家的和田玉,不管是碧玉也好 白玉也好,只要客户入了 基本上都能满意 因为呢,玉这块呢,拍的不是特别好 上身效果都非常的好看 它俩颜色很像 也非常的细腻 像这次的新货,像这个 这个是属于冰底子料 以前我有几个小佛都出了 这个呢,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比较长 但是呢,柯先生说这个鱼质特别细腻 可能男人和女人呢 开上去的点不一样 他开上这个鱼质的细腻度 我呢,可能比较肤浅 就看它的颜值 像这块也是这次的新货 细腻度也是非常好的 这上面沾了东西 像这样的鱼呢,你越带越油 油性都非常的好 像这小花件也非常的漂亮 美件呢,都很美 像这个鱼,昨天我们家邻居姐姐也说了 这块鱼也是很细腻 它嫌这个有点厚了 它喜欢小巧一点的 这是属于菠菜绿的佛宫 这个雕刻也是非常漂亮的 其实还有点哈 不是就这些 我家里还有好几块鱼 这块平安五十牌也很好 这个也很漂亮 像这块呢,平安五十牌 黄口老尿,新疆呢 它也很细腻 平安五十牌,但是比较厚 带着身上比较沉了 像这块呢,是平安扣 远远满满的 平平安安的 很饱满哈 其实这个不镶嵌,如果就拿个绳 可能早就卖了 就镶嵌了,可能有的人接受不了 这个四千八,其实价位很低的 一共是这些,这枚佛也不错 冰底子料 特别漂亮 前几天来一个小冰底子佛,卖了 猪女士买的,那个鱼品质也很早 它捡漏的,边上有点裂 但是雕刻的时候给避开了 这块鱼呢,前几天三冬那位美女 她买个手足了 她就开好了这块 但是呢,鱼虽然有限 等于这块就给它预留的 我也是非常喜欢这块鱼 这块鱼也可以说是全程的一块鱼 摸在手上的那种细腻度 特别的舒服 其实鱼啊,在手上能摸出来 好与不好真的摸出来 因为鱼的那种细腻度和它那种粗糙感 在手上能摸出来的 就是鱼啊,在视频里或者在照片里 它呈现不出来 因为我们拍呢,不是特别的专业 其实,要是在专业的相机底下拍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家的货呢 如果你有70的满意度 你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家的货真的是非常的好 你不满意呢 你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 好,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明天见